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啊 好好的 伪造什么遗嘱了 他也是一时糊涂 妈 不说了 我不怪他 都是一家人 咱们楚家的事还是得好好办 谢欣 挑个吉利日子 曾安要订婚 还是要好好办 我不 要查他自己查去 别赌气 正好我和妈妈还有些事情要聊 好 快 快去吧 那好吧 以前 我妈总嫌我性子急 让我练字 教我泡茶 抹我性子 你妈妈呀 把你教得真好 其实我压根儿不喜欢这些 觉得无聊 后来 他不在了 我才明白 他原来是想教会我 坚持和隐忍 这些年啊 还第一次听你说起家里的事 我花了五年的时间 陈佳心做了一件事 从没和您说过 我的妈妈 就是当年 安氏集团 因为贪污离职的 技术总监 你是 我是吴文昭的女儿 这事儿 现在泽家不在了 我唯一放不下的 就是家人 因为遭遇不公 郁郁而终的事情 这也是我五年来 一直想要追查的真相 没想到 你是吴总监的孩子 这是我这么多年的心结 你父母的死 我有责任 我对不起他们 当年 是你父母 把王忠敏的犯罪证据 交到了我手上 王忠敏 小楚总 他出个海怎么就 炸死了呢 而王忠敏 还是用他那一套 在古东里如鱼得水 我需要他的支持 来保护楚家的股份 不受到稀释 我让我的同乡马俊 暗中寻你 没想到 还是被王忠敏发现了 我也被威胁 所以不敢再查 孩子 这些年 你辛苦了 要背负着父母的冤居 泽家的失踪 还有公司的担子 真是难为你了 真是难为你了 一开始 我也以为会很辛苦 可我有泽家的爱 就什么都不怕了 原来 我以为 仇恨不是支撑我查下去的动力 爱才是 好孩子 对了 我这里 有一份资料 在吴律师那儿 我 资安定婚一天 他出差正好回来 我把他交给你 具体怎么做 你自己决定 谢谢妈 谢谢你还能叫我妈 不认识 无论如何 这些年的情谊 不是假的 好孩子 好孩子 这些人 不认识 我 还不认识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你 这个事情 你真的打算瞒着颜真吗 他为我守护了安史集团四年 这一次换我来守护他 放心吧 不管怎么样 我会和你并肩战斗的 谢谢你这么多年替我照顾妍妍 你对她 早就放下了 围观了你们爱情的生死故事 我这个深情男二早该下线了 在欣欣那儿 你可是全宇宙唯一的男主角 希望他不要给我安排太复杂的剧情吧 那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 我打算先诈一下王忠敏 先确定他是不是幕后黑手 再让他主动承认罪情 王忠敏这个老狐狸 善于伪装 想要不打自招 不太容易啊 恶人在什么情况下 会暴露真实嘴脸 在盟友面前 以及在将死之人面前 你要以身涉嫌 我已经在他手上死过一次了 不怕再来一次 会不会太危险了 所以我有双重准备 我先假装和他结盟 如果他答应我 一起对付妍妍 我就可以掌握他更多的犯罪证据 假如他不答应他 就算他不答应 只要这几天 他有所易懂 也可以证明他就是幕后黑手 如果颜真 知道你瞒了他 结果会怎么样 你怎么这么八卦呢 你管好你自己吧 以身涉嫌 多伟大啊 还有你 连这种事都包庇 还真是好兄弟啊 它是另一个三小的 如果 Tinder 来 单做我 Isaac 联系 当枯萎的话 不再说话 当时间推分那片晚霞 思念 是他 回忆 是他 轻学 м кв 我在回答她的謊話 詩情催淚我路人家 滴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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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淚在說話 我夢出了她 看不見玫瑰塗鴉 對半沙啞 回折弄藏起對話 愛我好嗎 你最下關 還是放手吧 我的青春是燃燒喧喚 你的承諾